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接下来就由经济部水利署 我是防灾中心的主任 我叫林医生 接下来由我来各位介绍水旱灾的预防 还有应变的一个机制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简报大纲 在第一部分 台湾气候特性的部分 我想大概大家都是防灾的同理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特别 台湾的话 它最主要特色就是我们的河川非常的动 然后它的流速非常的快 所以造成很容易自栽 那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台湾的河川都是非常的陡 那以极游事件来讲的话 其实就算以着水溪最长的这条着水溪 它的极游事件也只有35个小时 而且在雨量的方面 台湾的极端事件的雨量 其实是跟世界相当的 那包含了我们从这张投影片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2016年的泥沙台风 时雨量曾经达到181毫米 那这个是接近世界的一个纪录制 因为每年大概台风会有3.5个台风会来侵袭台湾 那这会造成台湾很大的一个降雨跟土石流的一个灾害 在水环境的挑战部分 其实这几年来因为我们的人口还有经济不断的发展 所以用水的需求是一直不断的增加 再加上人口集中于都市 所以我们的水资源跟防洪都有面对到很大的一个考验 然后另外我们的水库设施因为长年的一个淤积 所以它的抗旱能力也有待提升 那最后就是一个河川的一个水质的污染 还有极端气候做造成的一个吐杀灾害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一下灾行 灾防法规的一个演员 那在早期的话 其实台湾并没有正式的一个灾防法令 那有不同的事件 就会造成灾防法的一个演进 那包含了一些空难 还有921地震 还有88莫拉克风灾 然后都促使了一些灾防法的一个相关的修订 那这些修订的时间就请各位参考我们的讲 那目前的话 在各部会的话 负责防灾的单位有水利交通农委会 农民会民政消防等等 那按照灾防法的分工 经济部是负责水灾跟旱灾的一个应变的事件 那这是水灾灾害应变的一个中央分组 那最主要经济部是负责水电维生组的部分 在中央开设的时候 经济部包含了 由经济部统筹来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包含了相关的一个部会 都会来成立这些组别 来负责我们的应变的一个作为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架构 包含了有署长副署长 还有轮子长官 然后另外有分别的有一些 幕僚的一些作业的组别 在水灾应变的机制部分 当然在风灾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按照海上台风警报 和陆上台风警报 来分别做二级的开设跟一级的开设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开设的一个时机点 这个不详细的数字就请各位参考 那大概是鼠的应变小组 它最主要就是豪雨特报 然后并且三个小时达到130以上的话 这部分就会有水利鼠来做一个三级的一个成立 然后另外像水灾 如果说有五个县市以上豪雨警报 那而且有两个县市是属于大豪雨警戒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布的应变 二级应变 那如果它继续演进到三个县市以上豪雨 而且有七个 抱歉 七个县市以上豪雨 并且是三个县市是大豪雨的话 这部分我们就会成立中央的应变中心 台风跟豪雨它其实存在了一些本质上的一个差异 台风的话它第一个范围长 范围大 而且它的影响时间比较长 但是好处是它的可预报度会比较高 因为它的一个而且作业时间会比较充裕 那在豪雨的话 尤其近年来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次数不断的增加 那这部分它的可预报度是比较低的 在水灾应变作业的部分 我们分为讯息前的整备还有应变作业 那在我们讯息前的话 水利署每年都会加强我们的输菌 抽水站的抽水机的检测 还有致洪池抽水站的督导 然后另外会召开一个整备会议 那所有的工程 附件工程防汛工程也都会进行 然后并且会在讯息之前 进行一个防汛强险的演练 那因为今年的话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演练的部分就采取用播放录影带的方式来做一个替代 再跟中央部会也会有一个协调汇报 在应变的部分首先当然就是监控 那在台风来之前或好雨来之前 我们会透过一个早期预警的一个模式 包含美国的EC 还有欧洲的EC 还有美国的一个模式 来做一个未来的预报 并且我们也利用国家栽防科技中心 NCDR的预报值 来做一个应变的参考 还有包含了气象局的一个模式 那在路径确定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准备进行一个防汛准备 还有一个开设的一个准备作业 并且在台风的时候气象局会针对整个台风 做一个定量降雨的预报 那有了这个定量降雨预报之后 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一个淹水浅室的一个分别 来做发布淹水的警戒 包含了一级警戒跟二级的警戒 那在监控在栽种应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请资 可以来做水情的监控 那包含了这个在防载应变系统 我们可以有看到非常多的淹水的一个感测器 还有CCTV等 那这些雨量这些相关的请资 都可以给应变人员做一个应变的一个参考 包含了雨量的监控 还有CCTV 目前我们的 借接的CCTV已经超过了2000多只的CCTV 那分布在全省各个地方 那包含了灾情的监控 还有它是量是不是有降雨 都可以透过CCTV即时来做一个监控 另外我们在全省也埋设了 大概有1000多只的一个淹水感测器 那这淹水感测器 它可以及时告诉我们说 什么时候淹水 然后可以达到一个淹水即时的一个通报 那包含了它什么时候淹水 什么时候退水 那都那个淹水感测器 可以做到一个模拟 都可以做到一个观测 在影像刚刚讲的CCTV里面 透过CCTV的影像 我们可以辨识说它目前的水位 而且是不是有淹水的状况 在预警的工作部分 它有了中央气象局的一个预警 的一个雨量之后 我们会来做一个水库放流的预警 还有淹水的预警 还有索尔河川的一个水位的预警 刚刚有讲过 我们在淹水的时候 我们会发布二级警戒跟一级警戒 那所谓的二级警戒 就是说如果它持续降雨的话 这个村 这个乡镇村里在三个小时之内 可能会淹水 如果是一级的话 就表示说它可能已经开始淹水 这时候就要开始赶快进行 疏散的一个应变作业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淹水警戒 在这部分的话 水利署只要达到所有的乡镇 在它代表的雨量站 达到警戒值的时候 就会马上发布警戒的一个资讯 给相关的应变人员 那如果说民众 他想要得到这方面的简讯 也可以上我们的应变系统去登陆自己的手机或家里的试画 那达到警戒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会自动发送这个简讯给他 那在核酸的外水的部分 我们也有一个警戒值 包含了三级二级跟一级警戒水位 那水库放流的时候 也会一样会透过这个广播 或者是简讯的方式来提供下游民众 提早做一个应变 那在通报方面 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方式 包含了手机APP 还有网路 还有社群的网站 另外还有一个细胞广播 还有我们跟一些企业合作 那刚刚有讲到 只要上网登陆你的视话跟手机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警戒 一个简讯 水利署有开发一个行动水晴的APP 它除了可以展示水晴之外 它也可以得到及时的一个警戒资讯 那它不需要额外付费 另外有一个灾情通报的一个功能 那民众除了它可以收到我们的灾情之外 它更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可以主动来通报我们一些灾情 它包含了我们在全台湾 已经有贴了400多处的一个智慧水池 民众只要拿你的智慧手机 对着这个水池拍照 它就会自动回传它的位置 还有水深系统就会自动带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然后去查证它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在淹水的警戒跟视化的服务方面 我们针对了一些养护中心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一个福利机构 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个保全对象 我们也都有设定的视化广播 当它的淹水 当它的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动播视化到它这些相关的养护中心 来做一个告警的一个服务 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希望避免到说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函事 那从这张淹水的历程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 在它四点开始淹水的时候 其实我们清晨两点多 系统就会透过自动的一个电话通知 然后会发送淹水警戒到安养机构去 让它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些 紧急撤离的一个应变的一个作为 那我们在台湾的话 其实我们也成立了 我们也招募了1571位的一个志工 那这个志工也会帮我们做一个 河川的一个巡防 还有灾情的一个查报 然后另外我们也跟企业有做了一些合作 在应变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水利署 现在有透过非常多的科技 包含了应变系统EMIC 还有我们的志工 还有媒体渔情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淹水感测器 那这部分的话 就可以收集到全省各地的一个淹水灾情 那这个灾情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去做淹水 面积跟影响互数的一个评估 做一个及时的一个灾情的一个统计 那移动式抽水机的部分 目前有1525台 也会是我们的一个防汛的一个热点的需要 去做预布 那在全台湾所有的村里 我们目前也成立了472处的水患自主防灾社区 那这部分社区它在灾中 会去帮忙协助清水沟 还有管制交通 甚至会去协助村里面的一个老人的一个撤离 我们有开发一个机器人 因为考虑到说目前民众都是使用Live 习惯使用Live 所以我们也开发Live一个机器人 它可以查询到非常多的情资 刚刚前面所讲到的气象 整备的这些情资 都可以在上面可以查询得到 那只要加入好友之后 就可以去查到这些相关的情资 那最后在旱灾的部分 其实台湾跟台湾的一个气候特性 每年10月以后就进入了比较少雨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气象院有一个说 有钱难买5月旱 以目前来讲的话 大概10月过后 一直到隔年的3、4月没雨季 或是汛起来之前 这段时间的降雨量会比较少 尤其是南部地区 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一个旱灾的一个现象 那这是我们旱灾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机制跟层级 那就请各位参考 那水利署也有 水利署在107年有修正了一个水勤灯号 它会去做一个相关的水勤灯号的发布 然后透过不同的灯号 它会有一些水源调度的一个措施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在109年的4月1号 我们已经宣布台南市跟高雄市是进入绿灯的一个警戒 那除了这些灯号之外 我们从每年的汛起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从马上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水资源调度的工作 包含了水库放水量 还有农业的一个加强灌溉的一个管理 它也会适时的透过跨区的一个水资源的调度跟备源 还有人工增雨还有夜间减压这些种种方式 然后来利保说我们在5月份春雨比较少的时候 不会有用水不足的这个困境 水利署到目前109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4次的人工增雨作业 它就是在透过说适当的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去燃烧增雨的一个宴剂 那如果说旱灾状况继续有需要的话 也会携请我们的空军进行一个空中的人工增雨作业 那在科学园区的部分 因为工业用水的部分 我们也透过科学园区的工业区的一个应变 然后采取请厂商采取一些自主的一个减量的一个作为 这是各个阶段的 各个阶段限水的时候厂商的一个影响跟对策 最后我们讲到结语 其实防汛跟旱灾这些工作 其实它就像堆积木一样 除了一开始的这些工程措施之外 因为工程措施它并没有办法面对到现在说的极端的一个降雨 所以我们还要搭配一些非工程的措施 包含了全民的防灾 还有一个抽水机 还有活动挡板 那这部分就像积木一样一块块的拼起来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全面的效果 那最后做防汛工作 其实除了风调雨顺之外 我会比较建议说 我们的防汛人员 他能够用比较积极的态度 我们是用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我们用这块 我们只要我们常保这个忧患的意识 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灾害 就能够尽量的减少 人命的损失 财产的损失 就能够尽量的减少 如果说我们安于安乐 然后忽略了这些防灾意识 这些灾害就会不断的发生 以上是我今天一个简报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